12月25日,成俄五号备份储存月球样品在湖南韶山举行交接仪式。 国家航天局向湖南大学韶山市颁发成俄五号月球样品备份证书和成俄五号任务展品证书,标志着韶山成为中国唯一的月壤样品异地荣灾备份储存基地。 探月五号任务是中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以2020年12月长浓五号返回器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载入返回为标志,实现了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圆满收官。 如今的中国航天运载能力大幅提升,航天员常驻太空,探测器登陆巡视火星,尤其是探月工程,长欧五号任务实现月球采样返回,圆了毛主席可上九天揽月的夙月。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简表示,中国首次采集的月球样品是数万名科技工作者,为建设航天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数十年所获得的珍贵成果。 这份月球样品存入韶山,即深切缅怀毛主席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做出的丰崩伟绩。 告为毛主席可上九天揽月的夙月,也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航天取得的创新成果。 希望小山基地切实履行职责,做好月球备份样品的储存保管工作, 确保月球备份样品安全无损,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胜利资源优势, 搭建普及航天知识,弘扬航天精神的平台, 使红色基因与科技创新水乳交融, 使红色文化与航天文化交相辉映。 张克简透露,当前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实施, 国际月球科研站、太阳系边际探测、重型运载火箭等重大工程也在大力推进, 希望韶山基地发挥月球样品存储的溢出效应, 吸引更多的科研院所、高新企业、高等院校加入月球与行星探测工程, 进一步推动航天事业发展,汇聚更多创新创业人才, 助力湖南创新科技产业快速发展。